香港传真带您关注 香港法轮功学员在23号举行了 反对梁振英迫害的集会游行 抗议一年多来 行政长官梁振英纵容清官会 教唆食物环境卫生署 侵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活动 有多位中港台的知名人士发言 呼吁民众支持正义 约700名法轮功学员下午一点 在天国乐团的领头下 由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 游行队伍途经铜锣湾 湾仔等港岛区闹事 并以金钟的政府总部为终点 沿途还有许多大纪元的义工 派发这份特刊 游行队伍吸引了许多大陆游客的目光 好多东西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不一样 像这种东西是完全在那边见不到的 场面非常的有秩序 有点震惊了 国内没见过 下午三点 游行队伍抵达政府总部 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 持续一年的清官会和十环署 对法轮功学员的侵扰 特首梁振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江泽民的大内总官曾庆红 悉心培养成为香港的红色代言人的特务 他涉足红黑两道 追随江派的紫龟棒在香港搞局 在法轮功问题上捧绑中共高层 讲一百左 梁振英就是中共江泽民集团 迫害法轮功的走狗 多位议员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到场或透过录音录像发言 声讨梁振英 要求梁尽快下台 即会在下午5点半结束 新唐人记者林秀宁在香港报道